行了 就到这儿吧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你带着安康住在这种环境下面 我的儿子本应该 不得比现在更好 我警告你 你不要在他面前来说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早晚都会知道的 安康 苏老师 安康 安康 今天怎么回事 安康表舅 你扇好了 苏老师 来家访吧 不是 来接安康和安康 去我姐家吃饭 不必了 谢谢 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还有事 安康 关于孩子 我还有一些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看是在这儿说 还是静无说呀 看来有必要 跟表哥说一声 我是安康的老师 也是安宁的追求者 所以有事 你可以当面价 好 你们聊 安康 我们走 苏老师 你对他了解多少啊 会越来越了解 Wiki 秦 我说你这个表哥到底是你哪门的亲戚啊 近亲还是远亲呀 我看他这个年龄啊 不太像你表哥 倒像你叔叔 安康乖乖地捕个武将 安康乖 安康乖 睡不觉啊 您闭起来 安妮 你告诉我呀 走走 还有 你真的不去我姐家了吗 她已经康复了 我之后又不过去住了 我姐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而且就算是康复了 她的心灵也需要 她是康复 你要是不在 她想喝酒都找不着人 悠然也很喜欢 安康这个小弟弟的 她俩在一块儿 还能有一个伴 还有 安妮 我刚在外面说的话 不如调一下 你没病吧 我们俩都是单身 我追你 很健康啊 我不喜欢小孩 安康乖 安康这么可爱 你怎么能不喜欢她呢 没关系 好在我喜欢小孩 安妮 我追定你了 安康睡觉 我追定你了 安康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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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